中國大陸的豪車市場 又是另外一個新的 新風邪雨 這個華為不得了 我們來介紹一下這款車 余承東他最近到響介門市 為即將上市的豪華轎車 這一個帥氣把響介S9來造勢 還有來看到的是 華為跟江淮宣布 要合作228天之後 共同開發一個車的品牌叫尊介 所以華為會有四種介 四大天王四介出來了 我們把它攤開一點會看得更清楚 這等於是四媒的商標 然後我們下一張看到呢 是說什麼它有哪四個呢 有包括像是這一個 大家比較知道的問介系列 這是問介 然後另外還有呢 這個巨介 這大家都知道 還有響介呢 響介就是跟北汽合作的 最新就是江淮尊介 尊介他們也申請了商標權 尊介是百萬人民幣 百萬人民幣 他的競爭 他的假想敵 是這Maba 嚇死人了 就是Mercedes-benz的頂級的車 最高的 跟這個Rose Royce的Fenton 就是說幻想 幻影 大陸幻影叫幻影 幻影 這一集的 那也就是說這些車 過去在中國大陸 是打拼天下無敵手 就是這個 最頂級的市場 我只能買這個外國貨 你現在中國貨出來 大陸貨出來 江淮 對不對 那我覺得就變成就是說 紅旗已經打進來了 那現在這個 華為也往這個市場打 對 B&W 他有 這個比亞迪也有他的 比亞迪他的那個 這個叫什麼 比亞迪是有那個M9 M9 對啊 他也都有打這個豪車的市場 所以我覺得德國車在過去 比亞迪是U8 仰望U8 我講錯了 那是M9是華為 那就是說德國車在全世界 他享受這一種 這種頂級車的這種市場的這種 那種舒服的時代已經結束了 光在中國大陸 他就要受到很大的挑戰 是 所以我覺得這看 看德國車他怎麼樣看 他是不是有辦法迎戰 其實日本車最近有點厲害 我覺得大陸像這個 像這個休旅車 這個 Toyota推了幾款車蠻厲害的 然後還有Lexus幾款車蠻厲害的 也在想辦法再搶這個市場 那不過對 就整個中國大陸市場 這個中國大陸國產的品牌 太厲害了 對啊 那尤其你看華為這個佈局 非常清楚 佈局不得了 非常清楚 最近我們前一陣子就是說 那個他把這個問界的這個品牌 賣給了愛麗絲 賽麗絲 我想余誠東講得很清楚 也是中國大陸法令規定 對 基本上 廠牌名稱 你這個品牌要跟製造商走 你不能夠 所以 因為華為現在是提供 所謂的智能 智能 駕駛跟智能 做艙這個系統 那可是這個車體的 硬體的製造呢 基本上是屬於賽麗絲的 對 可能現在法律的話 它非得賣掉 所以它這四個品牌 將來都會屬於 屬於他們的 屬於這個製造 製造車 車廠的 那這個我們得到答案了 對 不過可是華為這個模式蠻厲害的 對 它本來就不造車 它就是提供什麼 這個技術支持 解決方案 智能座艙 輔助駕駛 這樣子的一些 電動車的 一種 所謂的這種 軟件部分 對 軟件部分 所以我覺得這個蠻厲害的 然後華為的這個 所謂的全自動駕駛 我上次在這個YouTube上看了一篇 介紹它的 是挺厲害的 那種算法的話 是它直接 它是靠它本身的這些 紅外線攝像 跟它的攝影機 在現場判斷路況的情況之下 快速傳輸到雲端計算 用大算力以後 直接給車子一個指示 這個就很厲害了 不是完全看什麼 看這種GPS來做決定 然後它的非常細膩 你在要換道的時候 它基本上有很多準備動作 這個 你一輛全自動駕駛厲害 它要換道 對 它前面開得慢 它要超車 它都有一定的SOP 做得很細膩 那這個部分我覺得 目前這個Lexus 是遙遙落後 遙遙落後 天哪 昔日的這些工業品牌的汽車大廠 紛紛被中央大陸 在電動車這個領域 遙遙落後 真的是極大的諷刺 另外再來看到華為 你真的打不倒 你看你圍堵大陸 圍堵比亞迪 圍堵華為真的都會碰子 華為現在加進腳步進行研發 在上海 青浦打造了 煉丘湖研究中心 佔地2400畝 總面積206平方公尺 4萬個辦公室 分8個區域 有公路 高架橋 小火車巴站 開發5G 6G等等 吸引3.5萬名的研發人才 更別說 他在廣州也有他的新的基地 好 那這個等於是呢 比蘋果總部 還有西雅圖 微軟的公司總部加起來還要大 對這個煉丘湖在上海青浦 哇真的是 好美喔 我想去看 2400畝 而且整個就要 三萬五千個研發人員在裡面 這個真的是大手筆 加起來比這個Apple的 這個 他們的基地 跟這個Microsoft的加起來還大 西雅圖的 那這個裡面我覺得 他基本上 他也關了一些其他 不同其他部門的這些研究 他都要併進來了 對 併進來了 所以他就要 這個他把它合併起來 就是說要簡化營運 然後各部門的協調更容易 大家都在一個園區 一個廠區 過去他有分散在不同地方 對 那現在都集中了 所以呢 我覺得這個 基本上華為是很有未來性的 他現在 因為華為成功就是他 投資 對 研發 過去我記得 我看到數字是25% 他所謂的支出裡面 都在做R&D 這裡面我聽過這個 任正非曾經講說 我們現在投資的 不只是工程師 我們投資的是數學家 是物理學家 是化學家 他投資的是這一些了 他已經到那個基礎研究的階段 那中國大陸目前又有一個政策 就是說 半導體自主化 半導體自主化 國產 國產 從哪裡開始呢 從產品到研發 還有什麼呢 你的製造設備一起 對 一起 所以我認為華為這3500 已經不完全是在開發產品了 這是在開發什麼 在開發製造新產品的那個設備 製造設備 也就是現在美國 日本 荷蘭 卡中國 卡最深的 這個幾個部分 我現在華為在做 我想我認為華為一定在做光刻機 一定 一定在做光刻膠 一定在做各種重要的這個 現在美國就是apply material 就是美國應用器材 應用材料 這種材料公司 這幾個 就是說芯片 製造設備的公司 在研發他們的製造設備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需要3萬5千人 需要這麼大的投資 我覺得它是怎麼樣 從製造設備到製造產品 全部一條龍 一條龍 而且我覺得目前重點 可能是在上階段的 這個製造設備部分 是 那這個才會有這麼大的手筆 對 才會這麼大手筆 是因為呢 美國你卡死中國大陸 反而呢 讓大使說的 斷奶水的機會 我也不靠你了 大家中國大陸真的會碰瓷了 最明顯的就是北斗了 當初呢 你就是用GPS卡中國大陸 所以中國大陸怎麼樣 我才不要被你卡脖子呢 我自己開發北斗系統 現在呢真的是 有些領域根本就贏了你GPS 比如說它精密度啊 因為美國有些地方 你真的深入不了嘛 所以呢 它的精密度比 GPS還高 更比如說我們之前介紹過 漢字啊 可以傳1000個字 還可以雙向嘛 美國你這些都不行啦 被 彎道超車了啦 那最新數字呢 說它現在載軌的 衛星有900顆 已經超過900顆 世界第二 因為它的日使用量 已經來到6000億余次 僅次於GPS GPS 我們知道很多西方國家 它比較早嘛 用的比較多 但中國大陸不得了 也是喔 來到6000億余次每一天 好我想問一下 大行怎麼看 現在中國大陸在推廣 北斗系統 你要大陸手機 你看它常常 這個傳來 配置北斗 它叫你用北斗導航系統 轉到北斗導航系統 高德啊這些都是 大家都在轉 然後還有衛星電話 這個現在華為 華為 60 Pro 然後Mate70 大概都可以直接打 衛星電話 都是用北斗的系統 當然它還有很多 其他商業用途 各國它都是 可以跟中國大陸 我想北斗公司 都可以來做商業的聯繫 它有通信啊 導航啊 搖桿啊 這些服務 不只是開放給中國的客戶 當然各國的客戶都可以使用 比如說你今天你要做 做這種很多商業性的導航啊 你也可以用北斗的 其實連美軍自己也承認 當年的偵察機 它也有配置北斗 它說它的那個手錶上啊 不只是GPS 也有北斗 要UBI嘛 備用啊 對啊 對啊 怕自己被干擾 所以我想就是說 中國大陸本來設置北斗的 就是不受於GPS 這樣子的控制 不是啦 我現在已經 勞躁達到這個目的了 尤其在軍事上的用途 尤其在戰爭發生的時候 你有自己的導航系統 不會到時候 你飛機飛一半 你自己都迷路了 還要導彈自己打自己 對 依靠美國 能靠嗎 這一定要靠自己 現在已經發展到商業 更擴展商業用途了 那我想這個就是 就是說 怎麼講呢 美國每一次打壓 最後都造成中國大陸 技術的突破嘛 你其實 就美國來講 最好的 最好的策略 應該讓中國大陸 繼續依賴 你就用我的GPS 我幹嘛 你幹嘛研發呢 你到關鍵時候 再使出殺手箭 對啊 結果呢 美國撐不住氣啊 你現在 譬如說你現在中國大陸 你這個晶片 對 造成中國大陸晶片自立自強 走自主路線 你看他們現在 尖端金 這個線又要去 成熟製程也要去 也要去 也要去 也要去阻止 我不知道他怎麼阻止 成熟製程不靠你了 因為他發現沒有辦法 到2030年 真的是有的時候 我覺得就變成 怎麼講呢 現實跟這種政治語言 分開了 對 你 這個主要 我認為還是一個 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說他只有4年的人期 是 為了超短線啦 以為說我 抗中就會有票 跟台灣也很像 那天天打這個抗中 你拿到選票 但自己的人民 你可能感受比較深嘛 你就沒有賺到錢 幹嘛這樣子呢 那更別說我想問一下 因為大使提到 體制的問題 中美在禁足太空這一塊 您覺得誰比較會成功呢 說到的就是 月球版北斗 中國大陸也要造月球版北斗 中國大陸科學家 在中國太空科學雜誌有發表論文 說我們要呢 在月球做那個月球北斗 說要部署大概21顆衛星 要做所謂的北斗系統 好 那為什麼要這麼多顆呢 因為他提到說 因為月球會有屏蔽的一個 遮蔽的問題 複雜的地形 所以你必須要4顆衛星 同時對一個目標 才可以有效的導航 所以他算起來大概要21顆 好 中國大陸有很多計畫 2030送太空人到月球 2035有進行了月球南極的科考戰 2045呢 建成拓展型等等 中國大陸有他的步驟 那美國呢 2020年也說要在那邊建 GPS 這個歐洲的太空總署 也有相關計畫 日本也有 但我先問一下大使 您比較看好哪一個國家 當然是中國大陸的 因為大陸有一個明顯的探月的計畫 你現在美國這個太空的計畫 是川普總統上來的 對 拜登繼續買單就不錯了 你看那個NASA的那個主任 多緊張 每天前兩 去年的時候還 這個散布謠言說 中國要在太空上 佔領 佔領殖民 殖民 他就想騙一點 美國政府的一些 經費補助 對 那問題就是說 這種體制之下 你不可能有長遠的規劃 那中國大陸這個 他要衛星導航 月球的衛星導航體系化 基本上就為他2030年 仍要登陸月頭這個計畫 2035年要設置什麼 南極 月球南極的科研站 然後2045年還要 拓展型的科研站 那如果說 隨著中國大陸在月球上 發現了大量的 礦物質 礦物的話 地球上所稀缺的礦物的話 那一定在月球上 要建立更多的怎麼樣 更多的這種 永久性的設施 然後呢 這些都需要什麼 它的基礎工程 就是你的導航設備 對 因為剛剛講的地形 複雜遮蔽的問題 月球背面通訊就是個問題 所以中國大陸 我們之前有介紹 雀橋2號 就是做中繼衛星 讓它在背面 可以有一些通訊 所以它先要把 雀橋2號中繼 放在那個地方 它才能夠去 順利的去 到背面去採壓 所以這個 基本上中國大陸 做這個月球的導航 這個定位 進位系統 它是有它實際需要 所以我覺得 它會照表抄課 會去做 在這個 這個雜誌發表論文 它就不是說 這個紙上談兵 不是 它一定是要去做的 你看這個 因為它將來在月球上面的 實際的探索 設立這種探索的 實驗站 科研站 這些它必須要這樣子的 基礎建設 所以中國大陸一定是會 那我就不曉得 美國要做這有什麼用 對 把它做完以後 它又取消了 對不對 然後做一做 不知道為什麼 錢又沒了 對 那歐洲的其實 它基本上是比較慢的 歐洲的潔力越 潔力越 你有聽過嗎 它有導航設備 誰願意用 對不對 弱弱的 對不對 它還不是靠GPS 現在大概要蹭北斗了 對不對 所以那俄羅斯 它有它的必要 俄羅斯有自己的系統 可是俄羅斯的 財務是有問題的 它做這些太空 太空的這種 這種探索 是有問題 上一次就是中俄的 這個共同合作的文件裡面 有要聯合探月 沒錯 那我覺得這個 這個一計畫出來 俄羅斯一定想說 沒必要自己做 跟中國大陸一起合作 就可以了 是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當然這幾個 四個國家裡面 要來探月的話 當然是中國大陸最具體 而且實際它的目的在存在 是 我也是投中國大陸一票 因為我覺得中國大陸 每次我們在講它的 這個太空上去了 或者是神州 天州這些 都是照表操客 告訴你我什麼時候 幾點幾分去 他就會去 不像美國一直 delay 對不對 都對你沒信心了 另外再來看到你圍堵 中國大陸反而會幫助 中國大陸是 你不斷極限施壓 中國大陸跟俄羅斯 反而讓他們一拍即合 說到是中俄 現在對準你美國 還有菲律賓 還有日本 為什麼呢 中俄海上聯合2024連演 15到17號 在南海水域舉行 要對呢 反潛演習當中 摧毀 假想敵的潛艇 這個意涵可大了 這次中國大陸 還有呢 這個俄羅斯派出七艘艦艇 南陵 閒陵 大陵 這些都有 我想問一下 大使你怎麼看 這一次這個 2024中國海上聯合 就是說 大概是8年以後 再次回到南方水域 南方 南方水域 在這個廣東的湛江 湛江就是 就是海南島上面 這塊 一點點的地方 那是一塊 說是一塊 神秘 機密的海軍基地 不過這塊水域 基本上 那就建子南海 建子南海 非常清楚 建子南海 那這個 還有最重要 我覺得演習 就是說 它的聯合演訓項目很重要 因為中國大陸 跟俄羅斯的聯合海上巡演 基本上2012年成型的 那基本上是每年一次 那所以是行之有連 行之有連 我想雙方的 指管通行系統 應該都已經 那麼可以相互通聯 我想經過這麼多年的 所以它這次演練 就是說聯合反潛作戰 而且要共同集毀 一個假想的潛艇 對 這個從聯合演習上來 就很具體 那雙方要等於說 共同作戰 對 共同作戰 你知道不同的軍種 不同的軍隊 只要聯合作戰 不容易 不太容易的 你要聯合的指揮系統 那這個 你要開放很多這些 參數 參數 這個沒有足夠的互信 做不起來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 軍事意涵很強 可是呢在這個水域呢 在這個時間 我覺得這個 這個政治意涵更強 因為這個時候 中俄聯演 正好在這個時機上 跟美國搞了29國 搞得 環太軍演 那麼是 有一點對陣的感覺 對 那這次的艦艇數是不少 一共7艘 那俄羅斯 它雖然盾位不重 2000多噸的船 可是也是它的這個 所以有一點 它能拿出來當中比較好 有隱身性的 隱身性的這種船 算是它比較先進的船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這個中俄聯手 從水域上 從比較過去 針對日本來講的話 這是針對南海 對啊 那南海裡面有 有俄羅斯的盟友 越南在這邊 對 那另外一方面 就最近菲律賓 一面往美國方向倒 所以這個我想也有震懾菲律賓 然後針對這個環太軍演 對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山東號下來 對啊 那美國曾經做了一個 VOA做了一個報導 他說 事實上俄羅斯跟中國大陸 現在整共加起來 大概有11艘軍券 在這個區域裡面活動 所以他認為是一個 針對美國跟菲律賓 的一個 還有美國在區域盟友的一個 針鋒相對的一種 較勁的一個態勢 那你美國就常常 在南海這邊 明明你跟南海沒有任何關係 你就很愛來南海 當然想要對準中國大陸 然後也讓日本 跟菲律賓纏在一起 勾搭在一起 但是呢 這邊不是你家的門口 你又沒有身所全 所以中國大陸亮劍了 尤其俄羅斯的力量 一起來的話 到底誰能夠打得過 中俄兩個軍隊呢 那更別說自己 中國大陸就已經沒有話說 很厲害了 好 那剛才大使 提到了山東界 到了西太平洋 日本真的是很認真在拍 很認真在計算 我們就在等 等日本什麼時候統計出來 真的出來了 他就統計9號到15號 日本說7天內監測到山東艦的艦載機 起降次數380架次 平均一天54架次 然後其中艦載機 戰鬥機240架次 然後呢直升機是140架次 另外呢不只是艦載機 這邊起降 那他其實是很完整的一個 航母編隊 提到了什麼呢 總計有呢 一艘航母 兩艘動物 兩艘052D 跟一艘054A 一艘的補給艦 所以加起來垂發高達384個垂發 對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龐大的戰力 對 你要垂發系統384 384具 然後山東艦本身的這個 這個每天 艦載機 艦載機 54架次 這是很頻繁的一個起降 對 1054 可見他的這個整個的這個 戰鬥的這個訓練 已經蠻成熟的 已經蠻成熟的 而且他的這個水域 說是在這個 就是說低島鏈 以東的水域 東南的水域 那事實上的話 山東號過去再往下走的時候 曾經距離 最近距離關島 大概500公里左右 那我想就是很清楚的 就是在封鎖 做區域封鎖的演練 那麼如果台海有事的話 或者日本有事的話 中國的海軍艦隊 會放在這個 在太平洋 第二島鏈的這個邊緣 美國第二島鏈邊緣 就台灣的東南部那個地方 東南部那個地方 它這個地點也是 挑好的 也是挑好的 有很大的意義 不過就是說 這裡面兩艘055大區 對 這個都是最新的 052D 054A 都是現在中國主力戰艦 那麼所以我覺得 一定還有潛艇在下面 當然有潛艇在下面 對 只是沒寫出來而已 所以這個在這個戰力來講的話 真的是 除了美國之外 能夠展現出這麼大 龐大戰力 現在只有中國 日本還在旁邊站 日本 日本只有兩棲攻擊線 不行不行 那個不行 而且日本也沒有這個05大區 這樣子 這麼先進的 作戰艦 而且一下兩艘 所以我覺得中國大陸 現在就是秀肌肉 然後練兵 對 然後呢不示弱 不示弱 然後呢 因為你 怎麼好說 歹說沒用 真的啊 被美國人講了 說話不算話 對 那所以就只有展現實力 告訴你就說 如果硬碰硬的話 你會怎麼辦 會是什麼情況 你會怎麼樣 那我也覺得 其實這是應該的 你有這個力量 為什麼不限出來 對 等你要現出來說 哎呦你這麼強 那我知道你那麼強 我就不這樣玩了 所以你一定要在別人 還沒有形成最後的一個 判斷一個決定 你要把你的最強的拿出來 對 一定要把最強拿出來 這個是跟 要美國西方這種國家 這種國家 打交道的一個方式 是 溫良公頃 那樣不行 你有什麼東西 趕快拿出來 然後呢 人家說他不行啊 他這個才新的 他這個新成軍的 我每天跟你請降個 54架次 對不對 然後我這個殲15 殲16 對不對 然後空井600 我通通在裡面 訓練的很成熟 所以這個 國際關係 尤其碰到這些 帝國主義國家 你是 示弱就是挨打 對啦 有實力就要秀出來 才能夠讓對方知難而退 這是沒有辦法的 美國就只是用什麼 拳頭跟你講話嘛 你拳頭不夠硬的話 他會看清你 所以呢你可以看到 美國最近還說什麼 要用F35C 給日本底氣 然後但是呢 F35C 在去2022年3月的時候 還曾經在南海 撈出卡爾文森號 撞擊甲板最海的F35C 所以 大星怎麼看 給日本底氣 對 我覺得這一次就是說 這個 這個 就是 雷根號 他不是返航了嗎 對 接下來這個華盛頓號 那他把華盛頓號上面 這個艦載機號 他改成這個F35C 那常駐在橫須賀港 那就等於說 這個在這個 日本的這個駐軍的戰力提升 對 那這個基本上就是說 很簡單的就是一個就是說 我們帥將軍啊 他常常講的 叫火力向前 兵力向後 這很風刺耶 對 對 火力向前 那為什麼要給日本打底氣啊 對 然後另外一方面呢 讓他的東亞的盟友 得到底氣嘛 對 那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這個我覺得到了 川普時代的話 我覺得更會加強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盧會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他用國際盧會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庫拉索盧會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復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ule Your Care inde 呢 就位於玻尿酸 就位於玻尿酸 感谢观看